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计划在疫情三年后以美好预见的概念再次出发 带领12家台湾荣获国际设计奖项与全球募资的文创品牌前进日本 市长蒋万安在文化局长蔡师平等人的陪同下 参观参展业者摊位 有让消费者体验组装的皮件 还有使用台湾废弃与网再生材料制成的眼镜 以及用软水泥材质制作的配件与手工软造 上百种创意设计商品都让蒋万安感到相当惊艳 大战每项产品都集聚创意 更结合永续与环保议题 刚刚一进来走了一圈 哇我真的非常的惊艳 看到这一次十二个文创伙伴邀到日本参展 大家的产品设计真的每一个我都好喜欢 你真的要我选我还真的选不出来 要哪一个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有创意 而且融合了现在我们大家很关心的有趣的议题 好强调的环保我想这一点真的是台北的骄傲台湾的骄傲 其实我们新市府团队上任之后非常重视文创展业的推动 所以今天得知我们即将有一个团要去日本中心参加这样的一个大型盛会 当然因为过去疫情我们停了 但是我知道从2015年开始我们连续五年都有参加 而且大家在这每一次在日本东京的这个设计展 都表现非常亮点 总共好像有五个大手 然后我们的团队都有得过四个优秀手 其实刚刚看了一圈 我觉得每一个包括我们用飞曲网做的眼镜 这个戴起来很酷 而且这个材质我自己是大精士 我有很多副眼镜常常被我压坏 但那个其实材质非常好 然后还有很多我们非常具有设计感的背包 然后都没有红线或接合的地方 DIY就可以自己组合 强调的环化卷非常好看 然后还有包括很特别我一看以为是一个石头 但其实它是手蚤杖 然后另外非常多还有一个很特别 我知道原来喝酒口感要好 它搭配洗衣很特别 然后不管是还有水等等 都非常的这个精致 所以到一路过过来 非常多的产品都让我非常喜欢 所以这一次我相信 我们十二支队伍到日本东京一定可以大放光彩 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福祉计划自2013年起 以台北KONUS台北创意生活馆 带领国内文创业者参加国际性展会 今年台北市文化局长蔡思平将率领12家文创品牌业者 组成台北文创领航代表队前进日本参加日本东京设计商品展 展开一场台日文创产业交流的美好遇见 这一次我特别请我们蔡思平局长当我们的大队长 带领大家到日本东京 那我相信这一次 我们一定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规整平台彼此的交流学习 那一直以来 我们除了推动文化才的发展 而且我们的一个理念 是希望用文创为基底 政策为主筹 设计与媒介 然后科技作为一种工具 那我们是以环境永续为一个导向 我们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 来协助我们所有设计界以及专界的伙伴 各位都有非常丰沛的创意 那我也希望在实际面 我们是否可以协助各位 不管在各项的资源 经费的益助 人才的招募 我想这些都是大家实际能面临到的一些状况 困扰 这次参展的12家品牌展出创意文具 生活品味 居家美学 以及风格配件等超过100项创意设计商品 呼应美好预见主题 强调以品牌传递永续理念 全市专属于台北conus的风格品味 我们是用低碳排的PPU皮革做包袋 然后我们主要也做了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概念 在这里面来讲我们的大包小包都可以自由去组合 并且可以依消费者的使用方式去决定自己身上攜带的商品或空间的大小 过去在做旧型的PPU的时候 它是用湿式或干湿 它都会造成水污染或者是空气污染 那我们这次其实是做了一个 跟厂商一起共同研发的一个配方 然后是PPU 那是一个比较环保的制程 它可以减少空气污染跟水污染的排放的产生 我们品牌主要做的是软质地的产品 那用冲突美学的概念贯穿我们品牌所有的产品 视觉上看起来坚硬粗糙 但实际上使用却是柔软质地的实际好用的产品 譬如说这个是软质地的手工罩 像一颗岩石斑一样的软质地的手工罩 但是它却可以很好的清洁 有温和的洗净力 是弱酸性的酸减质地的手工罩 主要我们品牌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从材料开始去做研发 从材料的源头去进行设计 然后再到生产制作 那软水泥的部分是混合了矽胶橡胶 水泥砂石等不同的颗粒去做制成 那像这个罩的部分还是秉持着有甘油纯水 但是我们特别加入了海藻胶的精华 然后去以及一些植物性跟矿物性的配方 做到这个造的一个指定 2023日本东京设计商品展 将在7月19到7月21日登场 台北KONUS展区还首次运用3D技术 导入AI系统 将台湾著名指标101大楼 与台北一文场馆导入展区空间 更透过AR设计展现商品 增加买家对产品的资讯了解 也看见台北市的文化创意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第二十届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 7月28号将在加拿大登场 内政部长林又昌特别授旗给代表团 祝福34名警销选手 全力以赴争取家机 提高台湾的能见度 在警政署大礼堂 内政部长林又昌亲自授旗给代表团团长 警政署副署长陈永利 第二十届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 7月28号到8月6号将在加拿大登场 这次台湾代表团共有22位警察 及12位消防员参赛 参赛项目包括涉及楼道等项目 牛昌祝福选手都能全力以赴 争取家机 我们警察人员22名 消防人员12名 以及防护员1人 总计36名 参加的一个项目 有包括涉及楼道 游数 田径建立 羽毛球 游泳 还有冲浪 等等的一个项目 副长那边 祈勉各位选手 能够全力以赴 争取加期 为国政光 运动后设计 一样一样 运动后设计 一样 运动后设计 全力以赴 投入竞赛 也借这个机会 做我们的一个国际的交流 也做一个外交流的工作 特别能够跟世界上各国有近万名的警察消防人员能够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也希望大家借由竞赛的过程交到更多的一个朋友 也提高台湾在世界上的能见度 据了解这是台湾第13次组团参加世界景消运动会 上一届代表队在楼道设计与田津项目共拿下44面金牌 28面银牌与24面铜牌的好成绩 为了让选手获得完整运动照护训练与恢复 为了鼓励民众结缘用电 台北市政府今年持续推出服务业态换节能设备补助 从原本灯具及中央空调两项 扩大到冷冻柜 电冰箱等七项 补助金额最高上限提升到300万元 哇 在大家的共同出向 五颜六色的冰分色才出现了 也在两个大门之群景欲之下 希望地球永续 在台北市长讲完 经济部人员局代表 及台北市电器同业工会理事长等人 共同启动下 台北市服务业态换节能补助 及日起开放申请 为了鼓励更多业者加入态换节能设备行列 今年不但从原本补助灯具及空调系统两种品项 扩大到七种 最高补助金额上限也从200万元增加到300万元 这个政策我们在过去几年也有具体的成效 包括我们在六都里面 是在节点整个减少用电是六都里面唯一的城市 而且我们节点比率也达到4.2 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放宽了我们对服务补助的范围 从过去原本只是灯具还有冷冻空调系统 这一次我们包括像日常的电瓶箱还有包括空气门帘还有冷冻会以及冷藏库等等这些我们把它放宽 而且我们也把整个补助的上限从原本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 其实节能减碳以及环境永续一直是我们实证很重要的主轴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些政策 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来达到节能减碳 那过去的成效也是有赖我们包括市民朋友以及中小企业大家共同努力合作所得来的成绩 服务业者也很肯定北市府推出台湾节能设备补助措施 不但大幅降低用电度数与支出 省电节能效果显著 台湾经费的补助也有助与业者持续进行节能规划 形成善了循环 我们做的是公共区域 所以因为挑高6名 所以工程费用比较高 这次我们花了500万 它补助了差不多16%的用源补助分 可是我们的效益可以达到节省36% 每年差不多可以省下33万副片 所以我们大约4年就可以回收这一个工程费用 接下来我们客房也是陆续会来更换这一级能效的空调产品 我们是有在做一个长期的辉煌 那逐步态换所有的电器设备那检讨 那刚好市政府有推出这个节电的法案 所以我们就顺势就申请 因为那一个我们是冰水主机的态换 那冰水主机它的单价非常的高 如果没有市政府的补助的话 摊平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很难达到收益平衡 那申请这个方案之后呢 让我们在8年左右就可以做一个摊平的动作 记者会现场也邀请到12家知名品牌共襄盛局展示各项节能设备 北市府方面表示民众从6月30日起购买节能产品 太换老旧设备都能申请补助 申请期间从即日起到补助款9500万元用完为止 呼吁想要申请的民众动作要快 共同为全球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 凌探台北永续未来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台北市文山区景新路与景中街口 宋利的电线杆破坏街区景观 也影响市民的行走安全 立委赖世保议员陈景祥联手争取电缆地下化 再拆除沿路近20支电杆 在地里长陈千惠也到场一起为台北市容来努力 景新路沿线电线杆凌厉 影响用路人行走也影响市容景观 在施工人员的钻地松动地板后 连根拔起电杆还给民众干净的天际线 这几年在立委赖世保与议员陈景祥的争取下 已在文山区街道拆除不少电杆 近期也将拆除景新路沿路共20几支电杆 很感谢台电这个完全的配合 我们从这边的电线杆 要一路的拔到木炸路 总共有20支之多 20支的一个电线杆全部拔掉 那各位都知道 这个其实要拔这个电线杆 它工程非常的浩大 需要经费按照台电的相关的规定 把电信杆像这个在市内的 在巷子内的 这个一半的钱是台电 一半的钱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呢 我们在台北市议会这里啊 就有陈景祥以前的议长帮非常多的忙 这个现在市议员啊 这个陈景祥议长 他帮非常多的忙 让这个预算啊 这个无余 所以现在整个台北市的每一年 拆电信杆的预算 大概有高达2亿之多 里面文山区就用了七成多 所以几乎都是文山区才用的 那这个就要真的要感谢 我们的陈景祥议长 在议长期间啊 非常帮忙 让我们的文山的建设 能够更加的 让我们的市楼更加的漂亮 文山区就是有一个特色啊 我们的电线杆特别多 我在人内 人内啊 已经拆了一千多次的电线杆 现在还在拆 他的积极度 让我上任半年喔 就帮我们拔掉电线杆 我真的太感谢了 那个用路人的安全 真的还有种种的帮助 就是让我们景行里 就是市容更好 然后行人也更方便 那非常感谢 电线杆凌厉在人行道上 用路人必须绕道而行 陈景祥议员服务处主任 更是受害者 曾经走在路上 就撞到电线杆 让他记忆有心 奈事保奈委员 他一直以来 不只在中央 为着中央的政策 或是立法院的各项法案 他强力的建筑之外 对地方的各项基层的服务 他也非常的用心 他的服务团队呢 可以说是全心全力 全民在为我们地方来做服务 这一点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奈委员这样的用心 事实上台北市议会 他每年的编列的预算 完全是在配合我们委员 在地方上的服务 尤其今天能够在我们景形里 把所有的电线杆的遗嘱 这是一项非常大的一件攻击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的优质 立法委员第一名的就是我们奈事保 所以我们地方对他的各项服务 对各项的工作 我们会完全的支持 完全的来支持他 让他有机会 能够在为我们的文山地区的朋友 我们去做最好的更好的服务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奈委员 奈事保委员 当然那成千位也不能遗漏掉 其实他担任这个里长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他是24小时全心全力 来服务我们景形里的里面 我真的不好意思告诉各位 我曾经转过电线杆 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碰到电线 所以这个电线杆的遗嘱 不只改善四龙的这个棺毡 这个鱼龙 四龙 同时也让我们的行人 能够有获得更一层的保障 我们统计过还有几百只要拆 所以事实上这几年我刚刚说过 已经拆了一千只 还在继续拆 那因为这个文山区跟大安区不太一样 大安区是新的社区 几乎没有电线杆 文山区是老旧社区 所以电线杆非常多 电线就非常多 这个一拆掉以后就变漂亮很多 有机会的 看你现在万寿桥那里 整排也都是我们拆的 大概三十几次的电线杆 拆下来整个变得非常漂亮 所以让这个文山区更漂亮 让文山区更安全 然后我们的里长 陈前卫里长跟我们的志工 我们一起加油 用路人其实还有推轮椅 现在高龄化嘛 推轮椅的人 他非常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 那这样子推不过去 那我们非常感谢赖世保立委 给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里内这种问题 一一的减少 让我们的乡亲就是更加的方便 市府与台电 虽陆续将电缆地下化 文山区仍有许多电杆 在人行道带拔 为了还给民众通畅的行走空间 与整洁适用景观 把电杆仍会持续进行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再带来看台北市大同区 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祖孙画家常 世代搭桥梁的活动 邀请到亲子专家 透过绘本创作 带领祖孙一同记录日常生活 表达情感与体验 增进祖孙之间的互动与情感 祖孙一起用色笔 在折成房子造型的图画纸上 以阿公阿嬷的一天为主题 画出日常生活情景 不管是画阿嬷去爬山 或是全家一起到郊外踏青 都在彼此心中留下珍贵回忆 我在画阿嬷一整天去菜市场 买菜 然后去 涼台教花 那你等一下还有准备要画什么吗 要画花园 跟阿嬷在一起幸福快乐 今天很高兴啊 有这个活动啊 然后昨晚我告诉他们说 今天要参加这个活动啊 小朋友就很缺要 然后我本身我当阿嬷的 我也很高兴 他们愿意跟我一起出来 分享这个活动 我就觉得这种活动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跟我们孙子很少有机会一起出来 然后借这个这么好的场地 我们能够互动又多学习 是很高兴 我们祖孙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渐渐长大了 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机会 好像相对的减少 所以我们是永远就留在我们的美丽 美好的回忆里头 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孙女的 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住在一起 然后也没有什么互动 那借这个机会 也促进我们之间的感情 也很感谢图书馆 还有举办这种活动 让祖孙能够有机会相处 你跟我分享一下孙女今天画了什么呢 外婆的一天 就一个房子这样 她现在先画了一个 我在床上在玩手机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们就有互动 我可以帮忙她 然后她也学习到很多的这些活动 就是一些怎么样去做 像这个我们本来也都是不会的嘛 对啊 然后现在就学会了 然后以后她也可以交给她的同学啊 这样 很好啊 给孩子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才不会像她 在家里都没有 在家里都没有事干啊 不知道怎么样 怎么才好 她出来外面走一走也很好 对 这个小孩子在放暑假 放暑假 我说不到去不来图书馆看看 你在家里就一天就要看电视 就喜欢看电视嘛 所以刚才出来外面走一走 是这样 好 那姐姐来跟我简单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题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祖孙化家常 世代搭桥梁活动 邀请亲子专家 带领祖孙透过趣味绘本 一起听故事 分享生活点滴 并引领创作表达情感与体验 那因为现在适逢暑假 所以我们希望安排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让祖孙参加 可以增加他们的互动 那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一些创作的课程 那透过手作的课程 可以让祖孙们的一些关系更加紧密 那今天的课程 我们有安排就是绘本的创作 跟长者说故事 那我们有邀请专家 那就是进行绘本的一个分享 让祖孙一起听故事 那透过绘本的创作 让祖孙们就是可以记录一下阿公阿嬷的一天 那可以分享阿公阿嬷 还有祖孙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我们有邀请之前参与活动的长者 来说故事 那长者会用自制的一个故事绘本 然后以幸福跟快乐一天为主题 来进行他们的一个生活经验的分享 让现场的祖孙们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 做一个故事跟生活经验的一个交流 因为这些热灵课程呢 我们都会把一些健康的元素 还有一些跟沟通互动的元素放进去 所以长者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热灵课程 其实主要是我们鼓励他们出来 愿意走出来 另外就是透过课程跟其他的长辈沟通 其实可以增进他们一个人际 因为人际关系的一个交流 那另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也是提升长者在心灵层次的一个 就是自我提升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热灵课程 其实长者在身心灵的部分 其实都有一些增进 我们这边是台北市立图书馆大同分馆 那我们这一间是祖孙代监共学中心 那我们大同分馆长期以来都服务 大同区的热灵朋友以及我们的小朋友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中心呢 可以让我们的祖孙们可以来 一起来这边玩桌游玩游戏 那我们今天跟大同健康中心合作这个活动呢 也希望藉由藉此能够让他们一起共同的参与 然后一起有共同的活动 然后让他们能够持续的 然后来我们这边使用我们这边的资源 这样谢谢 活动还邀请银法志工分享自制绘本 运用色纸拼贴及图画 诠释丰富的乐灵生活 除了帮助志工提升自我价值 也分享丰富的生活体会 我等一下要分享的是小鸟幸福的一天 然后这里面有那个 在太阳五彩缤纷的天空上飞翔 飞到花园后看到漂亮的花盆 小鸟觉得很幸福 蛮快乐的 像我们老人家跟小孩要有同样的那种兴趣 这样子比较好玩 因应台湾高龄社会趋势 健康服务中心希望透过举办各种热灵健康促进活动 鼓励长辈多多参与 丰富银法族的生活 今天好不好玩 好好玩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设计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再带你来看 刑事局真二队宣布侦破黑帮诈欺转账水房集团 这个集团是以刺青店作为据点 收购自愿者及空壳公司的账户 作为转账的人口账户 在与境外的诈骗、化物、机房合作 将账款购买虚拟币 转汇到海外以隐匿不法资金的流向 比利小组破门后顺利逮捕嫌犯 这个由两黑帮合组的诈欺水房集团 在桃园市以某处刺青店作为据点 指挥操控水房成员收购自愿者 及空壳公司账户作为转账的人头账户 再与境外诈骗、化物、机房合作 提供账户资料给被害人贿赂款项 最后由水房成员将不法所得层层转汇 再由集团车手提领或是将账款转入虚拟货币专户 以购买虚拟币方式转汇到海外 隐匿不法资金流向 就是这个游信信犯的组 它勾结了这个不信许的替他收购人头账户 然后被害人贿款 会进去这个许的所收购人头账户之后 再经过程转 从第一层转到第四层之后 再以车手去提领或者变成是虚拟货币 再交由这个游信的这个行政 那游信主权再去公立国外的机场 这个去拆账 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在桃园 新北苗栗等县市搜索14处场所 具体逮捕19名组织成员 并起出翻案刀谢及太达币等虚拟货币 在桃团 在桃园 苗栗 还有新北市等地区 同步执行搜索 具体 那共逮捕 游信主权 等19名的一个詐欺集团成员到案 那并查扣 作案用的手机 电脑 还有帐户 太达币 还有开山刀 还有球棒 手套等相关的一个账证物 那我们全案以组织 条例 还有诈欺 来移送地检署侵犯 警方分析被害人大多遭假投资手法诈骗 除了追本溯源继续向上追查 警方也呼吁民众 投资理财一定要小心求证 以免辛苦所得被骗 记者张气腾 台北报导 夏季是艾文芒果的产季 台南市政府还卖场合作 7月7号到20号促销台南艾文芒果 上头还印着市长黄伟哲的Q版图像 请大家支援收成 非常好吃 而且又安全卫生 然后贡献给最好的全台湾的消费者 全联通路的消费者 台南芒果享誉国内外 尤其今年芒果产量平稳 价格实在 品质又好 台南市长黄伟哲北上到台北 和超级市长合作 攜手推荐民众吃当季水果 切片鲜吃做成甜点都十分美味 我刚从日本回来 从日本在接触到日本的消费者 他们对我们的芒果是非常非常的喜爱 真的是我在日本的超商 看到的日本的消费者 是一直一直排队在买 然后大概一小时就完售 然后提代率百分之百 所以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的好吃的芒果 人家外国的朋友 都一直非常非常肯定 那我们国内的消费者 更是 这个人家都吃得到 怎么可以不让我们 这个台湾的消费者吃到 所以呢 就刚刚跟我们跟联星合作 因为联星是外销供果员 他们种出来的芒果 都是外销等级品质的 有经过药检 有经过这个很好的 这个严格的把关 这个不管是品质 不管是安全性 都是最高的 所以呢 有最好的农民 种出最好的芒果 要在最好的通路 我们全联能够销售 给我们最优质的消费者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呃 有优惠就对了 加码优惠 这个 两盒 两盒降价10元 这个是因为是外销等级的 所以没有办法降价太多 两盒降价10元 那欢迎 各位好朋友可以一起来 我想 今年的 台南市芒果的故乡 也是 艾文芒果 这个生产量最多的 生产量跟品质 都是最好的 那国外的 我们今年的外销 不管在日本 在韩国 的这个销售 都会 在创新高 那应该 到六月底 就已经突破3000噸了 那在七月 这七月底 刚刚主席说了 到七月底下来 我们一定 可以再突破更多更多 因此呢 我们要把好的水果 留一些 给我们国内最优质的消费者 尤其在全国 1100家的全联的消费者 北中南都有 欢迎大家一起来享用 能够 这个 火力全开 那消费者 买力全开 通通把它买回去 下架 我们 最厉害的台南芒果 芒果营养价值丰富 有维生素A C 及膳食纤维 切克强化免疫力 有益 势力保健 皮肤健康 在广大的通路下 民众可以轻松 购买到台南芒果 其实我到昨天才知道说 其实艾文的芒果故乡是在台南 那我本身也是台南新英人 那其实我之前都还不晓得 芒果吃这么久都不知道 艾文的故乡是在预警 那今年的芒果 面积差不多是一万六千公顷 那我们整个台南的面积 就差不多占了七千公顷 差不多占了快将近一半的面积 那 其实 那另外的主要产地就是在高高平地区 那其实台南开卖 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艾文的芒果产季 快要结束 那也预警我们消费者 在七月之前 可以尽量来品尝 错过了今年 那要赐艾文可能要等到明年 那农粮署也一直辅导说 在不管是国品的外销 还有国内行销 还有在加工部分 今年都有很亮丽的成绩 我们这个合作社呢 主要生产的芒果呢 都是在外销日本 所以属于优质的购口园 今天呢 非常荣幸能够在全年 全省了一千多家门市来上市 非常特别 要感谢我们台南的市长 海局全联 得全力乡挺及帮忙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南的芒果呢 这个非常好吃 那又特别具有香气跟口味 那么主要的是因为 我们台南的芒果呢 种在南西玉井 以及南化地区 那属于山区 那都在高山上的芒果呢 它有充分的日照 以及排水良好 所以会特别好吃 还有我们台南芒果呢 从生产到采收 需要七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在果树上呢 吸收很多大气的养分 所以说它也会特别好吃 那再来就是我们农民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专业 也是好吃的理由之一 所以呢 给各位报告 如果到全年来买芒果 一定要选我们台南的优质芒果 要把最厉害的台南的农民 种出最美的最好吃的台南芒果 经过最优质的全年通路 送到销售给我们的最优质的全台湾的消费者 所以一起来品尝台南的优质的艾文芒果 那除了艾文之外呢 我们刚刚看到有那个金黄芒果 金黄芒果是销到哪里 我们是销到新加坡 还有销到东南亚居多 但是艾文 红色的往北走了 黄色的往南走 所以说金黄销售到东南亚 然后这个销售到东北亚 所以日本韩国都很欢迎 黄伟哲市长也借此推广台南国际芒果节 官方账号有吃和晚乐的丰富资讯 邀请全台各地消费者品尝极品台南味 台南芒果 悬连开代 请支援收场 记者问句 台北不到 为了要方便外送员及洽工的民众 短暂停放机车的需求 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7月20后起 台北市有30处推出了首次停放前20分钟 免费的停车位 希望减少民众花时间找机车位 以及降低机车为停的情况发生 位于台北市政府旁的机车停车格 经常是停满的状态 为了方便外送人员与洽工民众 短暂停放机车需求 台北市政府从108年起 推出限停15分钟机车格措施 不过实施多年后 停管处发现 有8成民众停放的时间 在20分钟左右 其中民众因为预时15分钟 停放被开单的件数 去年一年有1900多件 今年到5月为止更飙升到1100件 因此停管处决定 从7月20号起将全市30处 共233格限停15分钟机车格 调整为机车限时停车位 首次停放前20分钟免费 为了提高机车停放周转率 超过20分钟则收费20元 最长可提供40分钟的停放时间 希望减少民众花时间找机车位 及降低机车围停的情况发生 民众一直跟我们反映 他有那个短暂的停车需求 那那个停车需求 可是我们的限停15分钟的格位 那他常常又有预时停放的情形 所以停管处有经过调查 发现大概有8成以上的民众 他停放的时间 大概会是在20分钟左右 所以我们这次就调整为 机车限时停车位为20分钟 对于北市府将机车限时停车时间延长 骑机车送货的外送人员也非常认同 因为你警察如果来 像我们停那个位置 就有可能被开罚单 那停这里20分钟 其实我们送餐进去出来 可能不会超过10分钟 当然对我们是比较方便的 还比较那个 一跑一单来多少钱 你被开罚单 600还是900 就没了 不过停管处提起民众 限时停车格不适用全市每日一张单 机车月票 及电动机车停车免费等优惠措施 民众如果有建议 新设置机车限时停车位的地点 可以到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务大平台 申请新增调整 公有路边停车格网站申请 经停管处评估 建议的地点符合地方需求 原则将于同一街 扩范围内增设一处约5格的 机车限时停车位 方便民众临时停车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民众在网路或社群媒体上看到的 高报酬保证获利等投资广告 真的要小心 就有诈欺集团以投资股票的名义 进行诈骗 再由黑帮成员指挥旗下的车手提领赃款 并透过开设水产公司作为水房 进行洗钱 初步估计共有16人受骗 诈骗的金额就高达了4368万 几岁玻璃门后 霹雳小组全副武装进入洗钱水房屋内搜索 压制看门小弟 工艇远警发现监控室竟然还藏有暗门 火速冲下楼歹人 其中流性主嫌更躲进楼梯储物间 不过还是被办案人员救了出来 警方4月接获报案 有民众遭到诈骗集团以投资股票名义 陆续诈骗了1000多万元 刑事局与台北市警察局因此组成专案小组追查 进而破获这个以黑帮为首的诈欺洗钱集团 初步清查16人受害 收费金额达4368万元 这个诈欺以及洗钱的集团 是由一位留性主嫌为首 并由一位具有邦派背景的王姓车手头 来负责指挥旗下其他的车手来提领账款 那么这个王姓车手头 他在收水之后 就会立即的将账款上缴至集团的洗钱水房 以这样的方式来隐匿犯罪所得 那全案在收费完成之后 我们警方展开了两波的查气行动 那首先专案小组在今年的6月9号 前往台北市查获到王姓车手头等三人道案 那么另外在6月14号巡线 又前往台北市的一处洗钱的水房 来查获到刘姓车手头等六人道案 警方在现场不但收出了堵咖啡包 还有自私手枪子弹和棍棒等枪械 原来这个对外自称万华家族的洗钱集团 不只假借水产公司设置水房 购买虚拟币协助诈骗集团洗钱 还涉嫌暴力讨债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 组织犯罪 洗钱防治 毒品危害条例等最嫌移送台北地监署 侦办 后续还要继续追查 斩断黑帮金流 也避免更多人受骗上当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市长谢国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他很重视基隆供水的问题 未来将争取水公司董事 期盼水公司能对基隆 提供通盘性的管线更新计划 减少民众生活的不变性 对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自来水的问题深深的困扰着我们基隆市府 我们每次看到有报馆有问题的时候 陈耀川公务处长包括我 我们就是到了现场就要来进行会看 但是众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只能拜托自来水公司的同仁 要赶快的修理赶快的恢复 事实上有很多我们是有很深的无力感 针对近来基隆发生自来水管报馆 暖暖驱水值有异味等问题 已经长期造成居民的不变及困扰 这个攸关民生用水的问题 他认为迫切程度不亚于基隆捷运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这个水的问题 恐怕不亚于我们需要基隆捷运的问题 尤其是随时随地就有旧的管线会破水 这个真的是对市民朋友来说是很迫切的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中央对基隆市的水的问题 尤其是自来水公司 他们都是感觉就是哪个地方出问题 他们就想修哪个地方 比较欠缺一个完整性 要来更新一个我们老旧管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当然我们过去我们的民意代表 也很关心一些管线的建制 可是仍然有更多的管线是属于老旧的 然后呢随时都会出问题 那出问题的时候市政府有没有责任 市政府当然有责任 但问题是市政府能不能介入这些管线的建制跟修理 没办法 这些都是自来水公司的全责 跟他们的业务 那我们就是在旁边干着急 所以我再特别要拜托我们自来水公司 我想我近日也会去拜访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 我们希望对于基隆能够多一些关心 然后多一些比较完整的计划 而不是只是片面的或者是比较区域性的 哪一些问题出现了以后才来补救 那甚至会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跟生活品质的下降 市长谢果良进一步表示 也将在董监事会议中提案 呼吁水公司能重视基隆的自来水问题 决定就是说要由我本人亲自的来担任自来水公司的代表 不过我到目前为止跟他们的看法比较不同 我希望能够争取一席的董事 那他们是告知我会有一席的监察人 不过因为监察人的本质跟董事是相对比较不同的 那董事是这个可以提案参与公司的经营 参与业务的状况 那监察人比较是监督公司的财报 集合公司治理等等 所以这部分虽然说都是一起开会 那效果还是有一点不同 所以我这几天有一直在联系水公司 包括现在的总经理李嘉隆总经理 外传他未来也有可能会担任董事长 我有一直在跟他保持聊天 因为昨天晚上下午 在又发生了临时的一起停水的事件 而且是临时告知 包括我跟包括议长办公室 都在群里面表达相当的不满 台湾自来水公司方面则表示 目前持续推动基隆市的救管太换计划 预计2024年底将可降至20.04%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最近进行了不少地下管线工程 可能像是西定路中山区市议员施伟正 就接获成勤 指出前后挖了一个月还没有挖完 同样在流明船路水管才换没多久 竟然又破管漏水 议长同思委就呼吁市府要整合施工单位 来到西定路 工程员忙着泰换地下水管 但看看狭窄路面 施工范围占掉了半条马路 车辆通行都难走 就一个多月了 还没结束 还在挖 继续挖 对 继续挖 很痛苦 当然很痛苦 就是烟尘现在下电这么久 对 道路封闭施工 又遇上了停水 让店家苦不堪言 想不到泰换水管 却挖到了电缆线 让工程一再失作 遥遥无奇 有要一百多家的店家 他们在这一次水管泰换工程里面受到影响 但是呢 自来水公司或者是施工单位 甚至是市政府 应该要出来 让这些施工厂商来统筹来了解 我们这些店家 他们能够一个聚落一个聚落 来进行工程 而不是整条工程做完以后 大家再重新回复工水 对于许多用水需求 比较高的店家来讲 他们确实是受到影响 同样正在施工的 还有流民传入 不过停水竟然没有事先通知 你要工作天给你用 大家请你们取水 不然的话 民生用水 像这五天这么热 你说没水用的话 真的是很香 对啊 除了污水管线下水道工程 连瓦斯管线摘水公司漏水 都有待处理 只见整条马路变成凹凸不平 舅舅市议会议长 童之伟忍不住po文 每天回家的路坑坑洞洞 而且回田 你现在补好了这个漏水 然后回田又回田的不确实 坑坑洞洞 然后明天这边又漏水 大车经过也漏水 说压坏管线 我们的管线是止糊的吗 所以我想道路的品质 还有回家的安全的道路 是市民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我特别希望市政府 跳出来整合所有各大管线单位 包含电信 包含电力 水瓦斯等等的相关单位 一并处理 把所有的管线一次做一次性的态换 包括西定路 流明船路 仁爱桥 中英路和东明路 近期都陆续施工 议长通知委呼吁市政府 要做好监督责任 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冲击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导 而针对市区近期自来水管线施工 造成停水路不平整的问题 市长谢国良强调 未来将成立第三方公正单位 负责监督整合施工 相关管线单位 近期在仁爱区的流明船路 中山区西定路一带 进行工程开挖 又暂时性的回填路面 导致周边商家停水 路面不平等问题 引发了民怨 金融市长谢国良强调 未来将编列预算 成立第三方公正单位 负责监督整合施工 市府要建立非公务处以外 第三方的一个监工跟施工的单位 我希望能够透过公务处的部门 这些同仁他们本身也是公务员 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办法 像我们明代这样 讲话讲得非常大声 理直气壮 甚至去责怪他们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怨越来越多 我们要跳脱原来的框架 要想出一个不同的思维 我是会建议 未来透过预算 成立一个第三方的 顾问间监督的一个机制 来监督这些 包括室友的 包括国有的施工单位 都一样 只要是国家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施工单位 都要被监督 而针对自来水公司 最近频频出状况 从暖暖区的水质遭到质疑 各路段进行 泰换老旧水管工程 停水 挖入 引发民怨 立委参选人 林沛祥议员表示 老旧水管泰换 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议题 未来进入立法院 会做好监督 基隆市其实在 自来水的规划方面 在管线上的规划方面 相对来讲 比南部县市好得多 但是不能因为说 我们的规划相对比较优良 针对淹水 还是各方面 水的充足供给上面 比较优势 所以就让我们的管线 甚至有些 长达五十年以上 都没有做泰换 这也是为什么 基隆市的漏水率 是全国排名前三的原因之一 未来佩祥如果有幸 进入立法院之后 一定会大力争取 尽快把我们的老旧管线 全部禁速泰换 同时之间 过去前瞻计划 也有关水资源的针对 有关水资源的改善 比如说改善漏水资方面 但是据我所知 到目前为止 执行率似乎不佳 有些南部的县市 甚至直接拿来做 墙壁上的毒压 所以佩祥认为说 未来我进入立法院之后 一定会联合所有 对这个死刑有疑律的政党 一起来强力监督 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一分 每一分 每一元的纳税钱 到底花到哪里去 让我们之前 这个前瞻计划 水资源 能够真正的落实 真正能够执行 林佩祥强调 前瞻基础建设 各县市都有投入经费 改善水环境建设 希望钱都要花在刀口上 才能真正解决 民众关心的 用水品质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 年底立委选举 进入白热化 市长谢国梁 与国民党提名参选人 林佩祥 首度合体到市场败票 外界关心 蓝白河 是否在基隆有空间呢 来听市长谢国梁的回应 依向选民问好 基隆市长谢国梁 陪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佩祥议员 星期天 来到市场 发送扇子 寻求选民支持 我们会团结 在一起 然后呢 想办法一定要 争取下 我们基隆唯一的 建设力 谢国梁透过直播 向选民推荐 林佩祥 针对外界关心 借用立委选举 藍白 是否有合作空间 假如国民党或民进党 没有单一党过半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民进党可能单一过半 那民众党才可以真正 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国会监督 所以我会认为说 假如民众党在基隆推人 而导致了民进党上 甚至于民众党在基隆推人 导致于民进党国会过半 那这个最大的损失 还是会落在民众党身上 那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真心诚恳的 希望说 我们在基隆 能够有更多一些的合作 那我也恳请 这个我们 这个两党的好朋友 以及两党的高层 大家共同审慎去思考 基隆的局势 做出最佳的提名成全 而面对民众党前秘书长 卸立功 积极寻求代表党提名参选 林佩祥强调 解释公平公正的机制 都可以解决问题 我认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机制 是解决所有分争最好的方式 所以卸立功 卸立功前秘书长前署长 他如果我们可以来做个民调 这样或许是平息争议的最好方法 至于他在外面频频放话 频频不停的讲 所以用挑起不同的议题 我不以至于 市长谢国梁再三强调 基隆这席区域立委相当重要 支持只推出一鼓立委参选人 代表国民党 也代表所有的非绿正义民众 好好为基隆争取中央资源 记者黄少鸣尽有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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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